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春阳道长 我们今天接着和大家聊老虎骨现存的这些熊虎们 我们前面聊了三只熊虎,今天来看第四只 他一个Mercedes Mercedes当地语的意思是幸存者 他的母亲是Panna 他是三兄弟当中比较害羞的一只 在一岁大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分别被别的持户所杀死了 但是Mercedes在父亲昆巴的保护下得以长大成虎 现在已经是一只非常强壮的大熊虎了 再来看第五只熊虎 Taggshark 他的名字是以猪鲁兰强大勇敢的国王的名字命名的 听名字就非常霸气 他出生在2017年9月 他的妈妈是老虎当中也比较有名的一个支持虎 叫做乌苏里 他这一胎有三兄弟 他从小就是三兄弟当中最为淘气的 长大之后也是三兄弟当中最为火爆的 性情非常火爆 我们再来看第六只熊虎 贾巴利 他的名字呢在一种语言当中的意思就是说 坚如磐石的意思 他的妈妈呢也是无数理 跟那个我们上面说的Taggshark 他是一窝的 当然了他的性格和Taggshark就差很远了 他是三兄弟当中性情最为温顺的一只 表现了从小就表现的很害羞 碰到困难了他就容易退缩 所以这个美之虎的性格他不一样 他也是出生于2017年的9月 这张图片呢就是贾巴利和他的叔叔 孙德班在一起玩耍 从体型对比上来看呢 成年后的贾巴利他的体型已经超越了孙德班 但是呢性格还是比较害羞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